欢迎收看金牌特派 说到风水大家都不陌生 不管是看阴宅看阳宅 让居住的人事业顺利 财运兴旺 甚至进一步帮人逢凶化吉 不过为了解决生活中的不顺利 你愿意付出多少代价 这问题对于香港来说 几乎不是问题 许多香港人相信 香港的繁荣得益于好风水 维多利亚港就像是一个大的聚宝盆 香港的财气就是从这里来的 在香港不管贫贵阶级 只要是公司开业 买楼房屋装修 都会请风水先生先看看 非常依赖风水师的意见 但是如果遇上了心怀不轨的骗徒 天赋不成 更可能惹来杀身之祸 就像是1998年 香港发生的武师命案 五名贵妇和子女 在一名新买的房屋内被害死 一度以为是邪教人祸 但是命案的背后 居然是一名假风水师 谋财害命 案件轰动了香港 引起社会关注 外界称为 德福花园贵妇施命案 故事地点九龙湾 位于香港九龙半岛东面的海湾 属于维多立阳港的一部分 附近的德福花园社区 一共有40亿座的大楼 因为接近风水宝地 一度成为有钱人 智产的标的物 话说 对于风水 香港人认为不是迷信 也不是科学 对于那些身价上益 却深信风水的人来说 花大钱改运 不过都是小钱 只要眼前的风水是够零 多付点钱都是值得 但问题是 大师想要的代价 如果不只是钱 而是要你的命 那该怎么办 故事主角之一的李玉辉 来自广东汕头 原本是开法郎 因为念过一些风水的书籍 常常会替洗头的太太们 看个手相 看个面相 虽然是三角猫的功夫 不过能言善道 加上懂得察言观色 生意倒是不错 后来看上香港人爱风水 更舍得花钱看风水 干脆在香港九龙城 侯王道 妹妹的住所开谈作法 自称侯王大师 除了一般看风水之外 宣称专精改运 特别是赶走二奶 斩断烂桃花 要知道 不只是富商看风水 那些贵妇太太们 更是吃这一套 她们大都有家庭出现 小三的困扰 李玉辉明得为达官贵人 看风水改运 私下为贵妇们 展烂桃花 她在香港的风水产业链 混得风生水起 名气也逐渐大了起来 1998年7月 一笔大生意上门 知名财团主席夫人林春莉 带着两位富太太好友 来找李玉辉算命看风水 三位有钱人太太之一的徐顺勤 在九龙湾 德不花园的五楼 有一处新买的房子 她请侯王大师来看看 房子的风水好不好 希望大师不仅能改风水 也能改改人的运 尤其是老公们的烂桃花 不惜重金也要把它砍断 只是贵妇们也没想到的是 他们已经成为大师眼中的肥羊 这些富婆的财力 她可是看得一清二楚 光是一个财团的董娘 就能压榨出好多钱 李玉辉在心中不停地盘算 要如何对付这群肥羊 想着想着 一个坏念头逐渐的成型 与其一点一点转 不如有一个方法 一劳永逸 而且还能安全地脱身 享受生活 不过 首先要取得贵妇的信任 李玉辉摆出了一副大师的模样 向贵妇表示 自己可以深谈作法 除了为房子驱邪 同时能够为他们逆天改命 除掉他们人生中一切的不顺 包括老公的烂桃花 不过 李玉辉停断了一下 露出为难的脸色 因为逆天改命 尤其是负伤的烂桃花 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收费不低 必须要按照年龄 每一岁就必须缴交一万港币 李玉辉能言善道 说得贵妇们频频点头 就怕大师反悔 不愿意接下这一笔生意 直说钱不是问题 这里 包括了49岁的林春莉 45岁的蔡秀珍 还有41岁的徐顺秦 深信大师的功力 三天之内 就凑齐了135万港币 交给了李玉辉 时间来到1998年7月21号 现场除了三名贵妇 徐顺秦还带着两个 17岁还有15岁的女儿 一共五人 李玉辉设立了神坛 准备要进行法事 他要三位贵妇 在纸上写下自己的不满 仪式在进行之后 也拿出了五杯水 说是特别加持的符水 要他们分开 在不同的房间喝下 就能逆天改命 五人毫不犹豫地 喝下了符水 想不到这符水的效果 来得又快又急 一个一个很快就倒在地上 痛苦挣扎 很快也断了气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 李玉辉在事先 准备好的符水中 偷偷放进含有剧毒的氢化物 他会让人呼吸困难 口吐白沫 缺氧而死 他原本就计划 要谋财害命 带走所有的钱 不留下任何活口 为了全身而退 他在窗台上放了一个 诡异的风水把气 一面镜子 上面放了一把剪刀 用红线缠绕 外界称为红线剪刀镜 红线代表男女关系 用剪刀辟邪 剪断烂桃花 镜子有挡煞驱鬼的作用 想要营造出 邪教出事的假象 案子做的似乎是天衣无蹦 没有留下活口 即使后来被警方发现有问题 李玉辉也早就逃出香港 在外逍遥 只是千算万算 就没算到警方 会这么快查到他的身上 案子比他想得更早曝光 原来在命案的隔天 德布花园竟然发生了 另外一起命案 一名41岁的妇人坠楼 引起了警方关注 警方查绑周边的邻居 包括出事的贵妇家 不过当时没有一门 没想到隔天7月23号 三名贵妇的家人 一同报案失踪 请警方协询 警方清查之后也发现 五人最后就是进入新买的房子后 就没有再出现 这一次来到了贵妇家 在家属的同意之下 请来锁匠开门 这才发现恐怖命案 命案现场十分诡异 不仅有作法用的神坛法器 五名死者分别在不同的房间中毒死亡 没有外力胁迫的迹象 而且神坛上还放了三张的纸 看起来像是遗书 上面写满对生活的不满 加上窗外的辟邪法器 这些让警方一度认为 五人是出于某种邪教信仰 而集体出事 但是资深的刑警这一看不对劲 三人出事前提领了大量的现金 却不见了 加上出事前和李玉辉有密集的通联 警方找上他 却说自己在大陆不愿意出面作证 警方立刻到他的住所进行搜查 果然找到用来捆绑钞票的牛神 同时在命案的信场 也查到了一枚李玉辉的指纹 证明他来过这里 成为了头号嫌疑伴 不过人已经逃亡了大陆 逃了一个多月 9月15号 他和女友在湖北武汉落网了 终于坦承犯案 浮水里的氢化物 以清理鱼池为由 向朋友取得 不法所得130万港币 一半藏在花盆下 一半已经挥霍了不少 1999年3月23号 以预谋杀人罪判处死刑 4月20号 二审维持原判定验 当天立即枪决 但是这一起命案 却沉了灵异事件 有清洁沟表示 凶宅所在的楼层 晚上清理垃圾的时候 会听到急促的拖鞋声 还会有女人说 等一下 我这里还有一包垃圾 但是都没看到人 等到清理完毕 转头发现楼梯间的后面 居然出现了一包垃圾 吓得工人纷纷离职 不敢来工作 更有民众发现 早在1979年7月22号 大楼新建的过程 发生公安意外 电梯坠落 造成六名工人 惨死的悲剧 19年后 几乎是同一天 先是无死命案 加上一名妇人坠楼 刚好共六名女子死亡 由于当年死亡的工人 都很年轻 也没有结婚 就有六名工人的冤魂 19年后 回来娶妻的诡议说法 让人头皮发麻 成了最猛的凶宅 也影响这里的房价 据说 凶宅几乎是开出半价出售 却还是乏人问津 都说是姓风水闯的货 偏偏香港有钱人 一个比一个姓风水 像是亚洲首部 李嘉诚的办公室 风水摆设 金木水火土五行俱全 为了纪念王妻而建的 庄月明楼 处处显露着 辟邪党煞的设计 还有李嘉诚的总部 长江实业大厦 在设计上 也出现了风水大战 和旁边的汇丰银行 还有中营大厦斗法 太多例子了 所以 你相信风水吗 或者我应该这么说 你可以不相信风水 但是你得知道 大部分有权有钱的人 都相信风水 你有任何想法 也欢迎留言 记得订阅台湾大搜索频道 按赞 留言 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是金牌特派 下次见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张若鱼 你知道肌肤年龄 可以自己决定吗 25岁之后 昭原蛋白流失速度 将大于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脸 吃的保养最重要 皮肤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丽 来自于内在 十几年 德国专利昭原蛋白生态 快点购 全台独家贩售 德国专利原料进口 成分天然 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两千巴尔顿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属 需要检验 SGS检测 全过关 品质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 Varisol 女神专用 胶原蛋白 无论你是想维持肌肤Q弹 甚至产后补充 都十分推荐 在这里想告诉大家 这不是药 保养习惯 就要从现在开始 90天青春有感计划 拥有弹性美肌 超级EASY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尝有更多的额外优费折扣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